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效果有可能会更糟 上个赛季 森林郎在巴特勒的率领下自2003到04赛季后 首次创入季后赛 但卡尔安东尼唐斯和安德鲁维金斯并没有拿出足够好的比赛表现 以帮助球队在季后赛中制造一番波澜 而球队早在去年12月份就出现的化学反应问题 也没有得到解决 据报道 巴特勒现在想要摆脱明尼苏达糟糕的环境了 The Athletic 记者Shan Shrenia 和Khan Krochiski 周三十的联合报道 终于打破了暴风雨前的宁静 据他们透露 巴特勒在玉西伯都和总经理斯科特来等会面后向球队提出了交易请求 而据ESPN 记者Adrien Wynorowski 报道 尼克斯 来往和快船是巴特勒最想去的球队 后者正拿着巨大的快来带走我 得标语向快船示意 消息人是一直跟我说 巴特勒希望能为一支大市场球队效力 所以上述三支球队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巴特勒可以在名下成为完全自由球员 他既想成为焦点 又渴望得到金钱 但对于西伯都而言 要想找到一个合理的交易方案可并非易事 而且也给巴特勒 森林郎以及联盟中的其余球队出了个大难题 他们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巴特勒V是联盟前二十的球员 他在上赛季的某个时段里 打出了MVP级别的表现 并满足了森林郎的一切需求 得分 组织 防守和篮板 很少有球员能够像吉米巴特勒那样拳门 而这一切也都从数据中体现出来了 根据NBA官网的统计 上个赛季 当巴特勒与唐斯和威杰斯共同出场时 森林郎每百回合都能够竞胜对手十分 这也让他们成为了联盟里最好的三人组之一 而当巴特勒坐在场下时 就对每百回合竞赴对手一点三分 这一数据与无人完全一致 在巴特勒缺阵的二十三场比赛中 森林郎的战绩为十胜十三负 正如希伯杜所言 巴特勒的确改变了一切 这也是他不愿意交易后者的原因 对于任何一支想要得到巴特勒的球队而言 问题在于 他已经二十九岁了 并且由于接连不断的伤病 他在进入联盟的七年中只有两个赛季的出场数超过六十八次 而他想要的又是一份五年1.9亿的大合同 得到巴特勒的球队将会在名下自动拥有他的鸟拳博的条款 而如果他成为自由球员 那么一支球队最多仅能提供一份四年1.4亿美元的合同 如果米克斯 蓝网或快船友谊完成这样一笔交际 那么他们将会在这方面占据优势 但他们应该这么做吗 巴特勒可能会对纽约的感兴趣 但两支把苹果城的球队在为了成熟球星 放弃自己的青年才俊获选秀权之前 最好不要忘了这一段时间的历史 在通过孟之队建立其友谊之后 巴特勒与凯尔特然后为凯里欧文有意并肩作战的传闻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在2017年的Foster Tick节目中 但被为集会选择联盟里的哪位球员作为队友时 巴特勒甚至将欧文称作他 除了自己以外最喜欢的球员 并且他还点赞 关于他和欧文在纽约制售的Instagram评论 这里是欧文成长的地方 而在他被交易到波士顿前 就有留言趁他会加盟纽约 我打赌欧文会和凯尔特人许约 但他也很有可能会考虑尼克斯 如果尼克斯能保持耐心 他们就该意识到 自己已经拥有一位年轻而出色的核心球员 并且也有足够的薪资空间去追求巴特勒 欧文 甚至在2019年或2020年追逐像凯文杜兰特这样更大牌的球员 或者在2021年将目标转向安东尼 目前看起来 这一切还像是天房野谈 但忽然不也刚刚签下了布朗詹姆斯了吗 所以纽约的也应该怀抱雄心壮志 现在得到巴特勒可以让纽约成为即将步入自由市场的欧文 或是2019年和2020年 其他球星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项 如果在2018-19赛季拥有巴特勒 米克斯就能更轻松的为签下欧文 约为3240万美元腾出必要的空间 因为巴特勒所占据的薪资空间 3070万美元 是要低于他顶型合同上的数字的 如果米克斯在自由市场上签下巴特勒 那么球队就也得支付3240万美元 170万算不上太大的区别 但这可能就足以帮助球队 留下一位有价值的球员了 尽管如此 但米克斯也不必急于达成交易 除非他们能在交易过程中清理出一些空间 同时还不会对球队的未来造成太大的影响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 无论是离开还是被森林郎交易 洛杉矶都永远会是巴特勒的首选 但快船也该像纽约的两支球队那样问问自己 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呢 他们也可能等到明年夏天 那样就不会影响到球队的未来了 在送走另一位容易受伤的球亲布雷克和李芬后 用年轻球员交易 巴特勒似乎是一个哲学上的转变 如果代价不大 一切都有意义 所以巴特勒的下加很可能是我们所没有讨论过的 让我们分析一下几个可能的追求者 对于凯尔特人而言 要想在心思上满足巴特勒是很困难的 因为马库斯斯马特在下赛季 中期以前都是无把被交易的 火箭也是一样 此外 他们还缺少森林郎可能会想要的筹码 其实柔人和胡人有足够的筹码 但他们很可能会寻求 保持金资空间的灵活性 好让球队在名下的自由市场上大展拳脚 西伯杜可能并不愿意交易走他的超级巨星 但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一笔能够平衡当下与未来的交易 一位不满三十岁的老将 加上一位有潜力的年轻球员 就像此前马次在伦纳德的交易中所做的那样 但我们都知道 这样的情况很可能不会发生 西伯杜认为 在勇士可以说是史上最好的球队 大道巅峰其实进入赢球模式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而用三位乐透秀换来巴特勒 一个赛季的使用权 也并非不能接受 随后 他还签下了几位前公牛 就像一级高薪角色球员 即使拥有巴特勒 森林郎最好的情况 也不过是竞争西部第五的位置